嗨,我是Ra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底妝實測 這個是Beauty Maker的 零油光精樣長效持妝粉底液 聽名字就知道 零油光 長效 拜拜Oil 很多人夏天都變成了混合偏油肌 我本身也是 冬天就是混合偏乾 夏天就變成混合偏油 加上今天又是一整天長時間 太陽很直接的曝曬 所以我就想說 究竟它可以多長時間還待在我臉上 還有它的遮瑕力如何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進去看下去吧 來一集耶 我根本沒時間吃早餐了 今天早上吃沙本 再出去吃好了 早上你很快 卡探 首先再怎麼忙外面太陽那麼大 我還是一定要擦防曬 我用的是很多人的最愛 柯潤的防曬 立可白式的 然後 首先 防曬量 就是不能省 然後記得 插完防曬以後 還是要等個 10到15分鐘 讓它稍微吸收一點 然後 千萬別忘記 脖子一定要插到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後頸部 因為大家都會忘記 通常人家 後頸部最黑 我最近臉的皮膚狀況 其實 有一點點花 就是 有一點點紅 然後 痘印 然後因為 時間不夠的關係 所以 我要用最快的方式上妝 建議用的粉底液 加上胖胖刷 在這種趕時間的時候 這種 大的 平的粉底刷 最好了 沒辦法 我只好看著旁邊 要不然 對著鏡頭畫 我真的是 雖然是底妝 但是也會 根本搞不清楚 有沒有畫到 它可以 大面積的上妝 在你超級趕時間的時候 然後也 沒什麼刷痕 撈了一個 撈了一個 小隻的 沾一點 剩下的 痘痘部分 痘痘部分 用點的方式 做加強 鼻翼兩側的 紅 因為我本身是有鼻子過敏 所以 我鼻翼兩側本來 就很容易 看起來都紅紅的 好 這是上妝後的樣子 我覺得它上起來 本來 就還有一點點光澤 它不是 完全的 全霧面 OK 我要趕快出門了 OMG 你看這天空 完全沒有雲耶 我待會一定會 像一顆融化的奶油一樣 你需要有那個 電話盒嗎 或有任何電話盒嗎 任何電話盒 Seng 你有沒有看到嗎 好難解釋 好難解釋 用英文喔 怎麼辦 我可以 可以說中文嗎 你的英文比我中文更好 因為我問他說 能不能錄音 然後他就說 以前我會說不要 但是 因為我現在懷孕了 所以我覺得 都可以 他說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可惜 對 Nobody's happy in England Nobody's happy in England 你實際到遊戲公司嗎 我 95 195 我等一下一定要試試看 站在旁邊 他已經在炸汗出來 他已經在炸汗了 對 有夠辛苦 你知道一張照片的背後 需要這麼辛苦的 好 好 頭髮不是來嗎 你也不要再搞笑好不好 OK SORRY 後邊 找通訊 Seng stand up 你的頭有辦法 OK Peaceful 對 對 因為28年來 對 首次進入前四強 現在是已經前四強了 對啊 I color and lips color looks great looks so pretty I mean it I mean it I mean it 欸真的很漂亮 自己畫完都自己講 I mea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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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a god Yeah We finished 一起來啊 Benito Yeah 是的 終於回到家 今天從早上七點到一直到現在是晚上的七點半 我來看看現在的 效果 因為我現在有出油嘛 加上我現在什麼都 就是我中間完全沒有吸油 也完全沒有用衛生紙擦 跟你的出油之後變成有點像奶油肌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的遮瑕部分啊 因為我最近這邊都有長一些痘痘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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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遮瑕部分沒有掉太多 就是一定會微微的透出來 可是它遮瑕部分並沒有掉太多 但黑眼圈晚上有稍微的出來一點點 我覺得這都是還蠻正常的 以一個粉底液來說 已經持妝了12個小時 我覺得它這樣的效果已經算是非常的好了 那我鼻翼的泛紅部分 中間有吃飯了一下 今天吃麥當勞 然後稍微有這樣子 用衛生紙這樣擦了一下鼻涕 就是鼻水啦 就是鼻子過敏的人 就是永遠都在過敏 所以就是 這邊 有稍微壓了一下 如果說這時候呢 假設 你是中午要補妝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先用衛生紙 稍微的壓掉 壓掉你的油光 你看這兩邊 就有擦了 這邊 是沒有壓的 這邊是有壓的 這時候在補妝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壓掉之後呢 再壓上你想要的蜜粉餅 或者是像我本身是沒有 今天完全沒有用任何的粉類 那你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早上都沒有上任何粉類的話 你其實可以再點一點點 這時候如果壓完 你可以再點一點點的粉底液 然後把它稍微再加強補拍之後 再拍上你的蜜粉餅 蜜粉 或者是粉餅 這樣子其實補妝就OK了 我用的是健康色 我算是 男生中 不算太黑 但是我也不是算很白的男生 但是健康色我覺得還可以 好的 這就是今天的粉底實測 加上我一整天的妝髮工作行程 那還沒有搜尋的 可以記得搜尋我的IG FB 還有Youtube Channel 我會把Youtube的連結放在上方 那歡迎你給我一個Like 加上你留言給我 你有沒有用過Beautymaker的產品 跟你喜不喜歡 還有你最喜歡哪一個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來討論 加上你可以告訴我 你使用後的感想 那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